三圈左右 让咖啡粉能够尽湿 不是专业的也没关系 赖清德亲自体验手冲咖啡 每个细节都不马虎 我非常专注的 全神贯注冲咖啡 耐心细心缺一不可 就像打选战一样 赖清德时刻警惕 距离投票日剩下六个月 周三终止会上 赖清德再三叮咪 要行政团队上井发条 他以棒球做比喻 所有的比赛都在七局后才开始 所以他勉励全体的党攻职 最后两局防守比进攻还要重要 守得住的人才能守住胜权 他自己不要加入到 那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去 他在旁边静观其变 等到适当的时机再发力 然后再争取最后的胜利 赖清德定调防御才是最好的攻击 文扎文打才是上策 年代民调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赖清德支持度35.5% 领先柯文哲的24.2% 侯友以17.2%居老三 而另一份QuickSeek民调也显示 如果是赖克侯三人 赖清德支持度34.8% 但如果国民党换成郭台铭 赖清德支持度仍有32.8% 而纵观过去多份民调显示 支持度始终停滞在35% 难以突破40%的天花板 20到30岁的这个年龄层里面 他这个输给柯文哲 而且输的比例还不少 提高中等学历以上的 经济的主要负担者 以及年轻人 这几块的地方是他未来可能 他要发力的时候主要对象 走出立委提名的深水区 赖清德接下来空路战齐发 全代会后陆续立委候选人合体 巩固基本盘 立拼要把天花板变成地板 继续欢迎订阅最好财富报道